財財竟在運通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假情的事 禮拜二美國賭城 發生了一件 嚴重的血腥的槍擊案件 那台湾股市呢 張忠謀說要隱退 全球股市遇到這兩大利空 它有跌嗎 它有跌嗎 你看一下美國科技股 創立新高 你看一下美國的道瓊 一樣創下立新高 再看一下台湾股市 禮拜二台股呢 還小漲4點 遇到利空不跌 這是多頭行情的特色 所以在禮拜二 台股來到月線 一定有人跟你說 來到月線叫反壓 對 來到反壓 他台股準備再往下做修正嗎 會這樣分析 代表他看不到未來嗎 未來行情要怎麼剖析 我在禮拜二的節目有沒有告訴過你 電子類股指數 在禮拜二領先大盤過月線 代表 上櫃的中小型電子股指數 在禮拜一 他就已經佔上月線嗎 所以我說台股一定會被帶上月線 有沒有有沒有讓你印證 這叫做分析未來行情啊 所以股票的一個操作 你只要知道 大盤未來會怎麼走 個股的高低點你可以抓得很清楚 這個盤要賺錢不難啊 所以在今天台股往上走高的一個架構 你已經印證新老師 在上禮拜二禮拜五告訴你要大膽布局 絕佳的一個時機點嘛 那上個禮拜二禮拜五要買什麼股票 買什麼股票 我有沒有展規節也告訴你 這次佈局的主流 中小型的電子股 因為電子股 不管是上市的電子股 或是上櫃的一個中小型電子股嘛 他領先大盤往上走高嘛 所以如果你掌握住 未來的一個主流脈絡 相信今天的亞光再度的漲停板 這個利潤是屬於你我之間 合作的一個成果嘛 亞光怎麼操作的 當時候在他創新高這一天 我拔檔嘛9月11號啊 9月11號亞光最高143 我賣在138 如果兩趟賺取82%的利潤 相信老同學很清楚啊 當天138的賣點 我都跟你對時對價過 保證一定成交啊 那9月11號亞光賣掉之後 我已經跟你分析 未來亞光的走勢 除非他整理夠久 或是他跌夠深 我才會做接回的動作 所以呢138賣掉了亞光 這A波的修正 我沒有做強反彈的動作 直到C波的修正 我才做成接嘛 ABC修正滿足點 來到這根紅黑棒叫支撐 接回啊 這叫做規劃行情 事先跟你做預告 所以我一定會做成接的動作嘛 所以上禮拜 亞光疊越深越有機會 這我給你的研判嘛 來到107.5嘛 那機會來你真的要把握 那你有把握的 相信禮拜的這一通訊息 你是有接收到的 為什麼要買亞光 來到8月28號的紅黑支撐 正大半重挫106附近接回嘛 對8月28號的紅黑的支撐 低點104 9月26號上禮拜二 最低也是104 ABC修正滿足點來到支撐 JUST MAKE一塊錢都不差 做接回 所以上個禮拜二這麼重要 上禮拜二大盤沙聲融融啊 6天跌掉了407點嘛 我說這是一個大膽布局 彎腰減鑽石的一個時機啊 上禮拜二沒有買禮拜五 回測第一點 第二個上車的位置 我希望在上禮拜 你最恐慌的時刻 你可以找到一位 像是你的一個燈塔 指引前方的方向 你才不會迷路嘛 所以上禮拜二的亞光 趁大環重做啊106接回嘛 你138有跟我賣的106 一張差32塊錢10張 降低了32萬的成本嘛 接回之後禮拜三亮燈 禮拜三亮燈之後 禮拜四我有短賣一趟 我說這個短賣點 我是多做給會員的啊 如果沒有賣真的沒關係 重點是禮拜五 當台股來到10273 對 禮拜五啊 回這10257嘛 X16點沒有跌破收腳指鐵啊 這又是讓你布局的時機點啊 所以亞光的106沒有買 那至少上禮拜五的110 該成績了吧 大盤給你是個方向跟策略應用 方向看對了策略在對 賺錢真的不是那麼困難啊 所以兩次的買點 符合我對大盤的一個分析嘛 對 不管是上禮拜二的亞光106接回 還上禮拜五的亞光110低階接回嗎 兩次的買點你有跟的 上禮拜五來到111.5 禮拜六來到112.5 禮拜一 116 禮拜二盤中亮燈 當然恭喜一下我們會員 今天的亞光休息一天之後 再度的亮燈漲停板 真的是有夠漂亮 漂不漂亮 從106接回的亞光來到支撐嘛 到今天為止 小波段已經32%了 連同前兩波段的82%加起來114% 同一檔股票 做股票需要雜亂無章嗎 做股票需要建一檔挨一檔嗎 我們給你火力的集中效果 資金重要在一檔主流的個股身上 這是你看到我們從8月8號 佈局亞光以來的三趟的動作 亞光做什麼了 當時候8月8號84.6我在買的時候 我就跟你講過了 他的車用鏡頭 是雙B跟Tesla主要客戶啊 所以8月8號當天跌停板84.6 你要跟我低接啊 有沒有 這邊84.6到138 這樣兩趟 幾塊錢 兩趟是大概82%嘛 沒有錯吧 所以高點賣掉基本面依然成長 ABC坡的修正滿足點來到這根紅K棒之聲 106接回啊 上禮拜的動作 禮拜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所以看我節目應該很過癮 我常常跟同朋友 分享一個重點 你什麼時候要看我節目 如果在台時看我節目特別有收穫 我說過我喜歡雪中送炭 我不喜歡錦上添花啊 所以 我們那個大盤的一個婆西 有沒有落實在個股的操作 從這一檔亞光身上 你已經看出短語嗎 操盤是要有節奏 買賣是要有依據嗎 我這種操盤的節奏 有沒有符合你需求 一檔股票從8月8號到今天為止啊 三檔是114% 重壓的結果啊 是不是 所以接下來亞光 怎麼看 我結論再度跟你做預告 亞光最快的話明天賣 慢一點下個禮拜我會賣 所以今天亞光已經連續兩根漲停板了 你不要胡亂再去追了 你今天去買137.5的 你已經沒什麼利潤可言了啦 最好買點是上禮拜二跟禮拜五的106跟110吧 買這兩個點比較漂亮啦 成功的經驗值得你來複製跟跟隨嘛 機會來了要把握啊 上禮拜二的一個亞光106接回 接回之後 上禮拜五再給你一次 110低階接回 先好還是負責撞造機會 你把握住機會 光是這一波段的亞光 32% 他表現有沒有比大盤強 大盤今天往上走高 離10664 還差了100多點嘛 但亞光今天最高137.5啊 前波段143啊 差5塊半就過高啊 所以希望我們的一個進出的買賣的依據 那個盤中有價值資訊 你可以好地掌握清楚 這檔台勝科也是一樣 親老師有沒有看到未來 當時候8月10號在佈局台勝科 我對於矽晶圓的報價產業分析 說有機會漲到明年第一季 你來到9月22號 看到公司派的一個報價 說台勝科會旺到2019 公司派的說法比我更好 我說會到明年2018的第一季嗎 公司派說會到2019嘛 產業的一個結構發展是往上的 股價跌下來來到支撐 出現買點要敢買啊 所以基本面的分析當然很重要啊 股價終究要反應基本面嘛 所以整個台勝科回檔要不要買 回檔出現拇指轉折向上訊號 84.8當然可以買 漲上去之後回檔來到95.6 底下有支撐還是站在買方嘛 這兩個位置 對你有跟的8月15號這天嘛 9月13號這天嘛 這樣上去36% 來到25號創高我喜歡賣股票 117賣台勝科 賣掉台勝科之後隔天回檔 而且跌停板你想不想低接 我剛才不是跟你講過嗎 那產業的結構發展是往上的 股價打到支撐站在買方啊 所以高點你會賣的 你會想跟我們會一樣低接回來啊 你有這樣想法的272我就會帶你買嘛 台勝跟回檔三天有指跌跡象104接回啊 接回之後隔天他的走勢漂亮嗎 不漂亮啊 開高走低黑街棒啊 你怎麼看 誰會在一檔股票回檔的時候 跟你預測未來 上禮拜是台勝科 我對他為了股價的走勢 我有沒有規劃給你看 贏家三部曲 我希望 這種規劃行情之後給你預告 你要跟著執行 最終的結果我會帶你獲利下車 一檔一檔跟著來 不用急啊 建老師不是建議黨挨一檔嗎 我的股票不會變來變去啊 每天立刻跌 掀開都是不一樣的漲停板 你還在相信那種節目嗎 所以透明的分析 就希望你可以跟我一起掌握未來 上禮拜四的台勝科黑街棒 開高走低 你會怕嗎 你會怕是因為你不知道他要怎麼怕嘛 你如果知道他會再來一次讓你進場 你就敢跟我低接 講完之後隔天的台勝科有沒有下來 有沒有下來 按規劃執行 上禮拜五又是很關鍵性的一天 台勝科103再買進再低接啊 所以上禮拜二 禮拜五重不重要 我對大盤的分析絕對不是漲了三四天之後 才跟你搖旗吶喊啊 上禮拜二 禮拜五所給你的介入的時機點 你跟上任何一檔都是大賺啊 台勝科當然要執行買進了一個低接策略啊 是不是 所以上禮拜五台勝科103再低接啊 下來啊 按規劃執行嘛 就買啊 買了之後有沒有上去 有沒有上去 有沒有讓你印證 先下後上 先下後上 所以上禮拜二 不是上禮拜二啦 這禮拜二台勝科來到111嘛 我短線上已經告訴過你了 不要追這個高點啊 你要買 等台勝科壓回嘛 我拜年我就跟你講了嘛 他已經先下後上來到這個位置了嘛 先下後上了嘛 所以禮拜二台勝科 你可以減碼啊 但是不要去追高啊 要買等壓回嘛 是不是 所以等台勝科今天 有點開高走低嘛 開始回檔了嘛 但我給你的一個台勝科未來走勢 叫做他還沒有結束 只起高評 若是說還沒怕了 你會怕跌嗎 你會怕跌嗎 行情我已經規劃給你知道了 先下後上嘛 如果還有下來低點 這又是一個再度上次的時期點 所以今天台勝科 未來這一大段 希望你跟我一起並肩作戰 所以這個盤 簡不簡單 我佈局的中心 就是中小型的電子股 就是中小型的電子股 因為上跪的一個指數嘛 領先大盤 佔上月線 中小型的電子股啊 上跪是代表嘛 禮拜上跪佔上月線 然後呢 禮拜二 電子類股佔上月線 然後台股呢 大盤呢 是今天禮拜四才佔上月線 所以這種層次 所帶給你的是主流的個股 就在中小型的電子股身上 台勝科是不是中小型的電子股 亞光是不是中小型的電子股 沒有錯吧 今天所提供給你這檔車用電子 一樣是中小型的電子股 而且它很基優 去年度賺一股本 站上六個月的大底 六個月叫做時間波的大轉折 漂亮 它今天的一個成交金額高達25億 也就是說它今天的成交量夠大 好進好出又好賺 這檔股票 跟我一起來迎接未來的大波段 不曉得如何操作的 分期的計劃 進入倒數 剩最後的兩天 自己把握一下 你一半 我一半啦 感情比較不爽嘛 清老師這次推出了分期的計劃 就是為了降低同樣你的負擔 所以我已經跟公司要求 叫他們先退一步 我先幫你扛啦 所以你要勇敢的跨出那一步 我才知道你的問題所在 伸出你的雙手啦 你的問題我會幫你解決 未來波段行情跟我一起掌握 打開周圍來探集啊 這次的分期計劃 當然是今年度的首推 而且是唯一的一次 錯過這一次 你真的要再等一年啦 倒數兩天 即將起案 我另外再加碼 贈送你一份中秋節的 最佳的神秘禮物 這清隆老師個人的一份心意 打電話進來就享有 自己好好地掌握一下 試一下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地震呢 怎麼辦 一 爬下 二 掩護 三 穩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災嘗試請上台灣抗震網 巴菲特 巴菲特 成都同顧蔡老師 運用巴菲特價值型策略 精選持股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人蔡老師是您賺錢的開端 蔡家專線02-2752-5868 2752-5868 成都同顧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 正派經營 絕不可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 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精選持股 持股集中 保證 待進一定待出 成都同顧 擁有股票 期貨 雙智照 帶您領先動新市場 穩健獲利 不往不利 成都同顧 值得托付 贏了2752-5868 現在加入蔡老師行列 即可獲得20年操盤經驗的精心著作 价值型投資操盤心法 彩色精裝版 簡單易懂又實用 賞自己成為操盤手的最佳力氣 一出在手 受用無窮 你更不打 入匯串線 明兒 2752-5868 2752-5868 平常工作時總是充施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我喜歡 拒絕一切吵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臨近 Choose your online 額排氣密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611的大宇支 連續兩根的大量 確立換手成功 今天大宇支我有再買 我第一個時間的買點不是今天 8月24號這根紅黑棒我已經進場了 來看一下為什麼要買它 從它的基本面來講 它是油盔轉移的一檔 極油性的電子股啊 大轉機啊 因為整個大宇支 它的手遊在大陸市場非常的漂亮 市占率不斷的提高啊 所以呢油盔轉移啊 那油盔轉移在今年度的一個 個股表現身上 你從玉金光的股價表現 你知道嗎 玉金光一樣是一檔 油盔轉移的電子股啊 從去年度到現在 它漲無將近10倍 所以整個大宇支 在8月24號 基本面有大轉機 當時候融資低 籌碼穩嘛 第一檔8天轉折向上 這檔大宇支 我是從8月24號就開始買啊 隔天8月25號 你還記得嗎 出現新天亮 我說大宇支 有亮就有價 所以整個操盤的一個節奏性 當然啦 如果從8月24號 看到今天啦 我是大概等了一個多月 我等了一個多月都沒有出啊 我今天教會員還可以再買 那或許 你在一個時間效用上面 有些觀眾可能會覺得 好像不划算 不划算 那是你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大宇支 它是從高點啊 264塊錢打下來啦 打到這個低點 它開始整理 開始橫向整理啊 我是買在80幾耶 我不是買在260幾耶 所以這檔股票我當然可以拼啊 所以8月24號的一個大宇支 當時候8月24號 低檔8天轉折向上嘛 收盤是87.1啊 我當天告訴會員 油虧轉移的大宇支 8天轉折向上買點浮現 市價買 改市價買 本來我是掛低一點 但是因為股價 一直往上拉 所以 我告訴會員改市價直接買進 10.06分嘛 10.06分的大宇支 在85.4啊 你自己對時對價 所以市價買一定買的到嘛 85.4一定可以穿價成交啊 所以我不會在最低點這邊畫個圈圈 說買當天的79.7啊 或是80 81 這種事情我做不出來 因為會員在看我節目 也在跟我對時對價啊 所以買在85.4 就是買在這個位置啊 是不是 買了之後隔天25號 大宇支出現新電量4000多張 我說有量就有價 因為他經過一大波的修正 從260幾塊錢 修正到我買進的位置 85塊多嘛 差了快200塊錢耶 所以呢 出現這一根大量 代表初期來講 有人已經開始在吸納籌碼了嘛 所以呢 雖然等了一個多月 但是我認為值得 我認為值得啊 所以在這禮拜一啊 其實你也看到大宇支亮燈掌停板 那看到掌停板來到90.2 我當然會恭喜我們的會員 那禮拜的大宇支我為什麼不拿出來分析 我當然有我的用意啊 一般投估的分析師 看到手中的股票漲停板了 都喜歡搖起吶喊嘛 對吧 為什麼不拿出來跟你分享 主要目的在保護我們的會員 我都有我的用意啊 會你知道跟著訊息來動作 清老師真的不會虧待你們嗎 我對待會員的心意 你們還不了解嗎 講一間外行人一刀啊 所以禮拜一的大宇支 你已經看到亮燈了 禮拜二放假前 大宇支出現5900多張的新天亮 一亮先價錢乾淵 他有沒有高點 他當然還有高點 所以今天禮拜三的大宇支 再出現5000多張的一個大量 所以禮拜一跟今天禮拜四 連續兩天的大量攻擊 換手成功 我今天才會公開啊 公開就是為了保護會員 否則我禮拜一掌停板 就公開給你們知道 應該會有很多的觀眾 又會進來湊熱鬧 他今天的一個大宇支走勢 就不會那麼強 所以今天大宇支 我今天告訴會員 10點48分 連續兩天攻擊大量 特定買盤已經進場 空手者的新會員 95附近買進 經過一分鐘 10點19分 大宇支的股價 94.9嘛 你去對時對價 95塊錢一定買得到 這邊都在95啊 95以下嘛 買完之後盤中最高98.4啊 拉上去啊 這是我對一檔股票 具有轉機色彩 所提供給會員的操作建議 買了雖然有一點 顿地啊 但是該來行情 他總是要來嘛 是不是 所以 禮拜 漲停板嘛 是不是 你看一下我們禮拜六的傳承稿啊 禮拜一的傳承稿一定有大宇支啊 看一下禮拜六嘛 上禮拜六的大宇支 沒有亮燈嘛 導播 有不 9月30號嘛 特別會員的傳承稿 你沒有大宇支 第三季營運會比第二季好嘛 這是我看好的理由啊 所以手遊的一個市占率 在大陸市場 讓大宇支今年 我認為一樣有發光發熱的效果 所以當時候 8月24號 這個第一檔八天轉折向上的買點 我改天 會把當時候的VCR 重播讓你看 因為今天的時間已經快不夠了 好不好 所以怎麼進的怎麼出的 盤中資訊 我會給會員帶到 看一下這檔 尾綱 禮拜二他下跌啊 我告訴你我還沒出啊 今天尾綱有沒有漲 尾綱我從6月1日開始操作 到今天 沒有一趟 有15 每一趟操作都讓會員賺錢 不相信你去問一下我們普通會員 另外一檔聯軍 禮拜二 我說這檔股票波段操作 我還是沒有出啊 賺你股本本一比又只有10倍 未來股價還沒反應它的基本面嗎 你跟我買在104.5的跟108的 你不用怕啊 我沒有帶你出 你就安心的跟我繼續的抱下去 所以今天台股佔上月線 在上禮拜我所提供給你的中小型的電子股 會領先台股往上攻嘛 所以今天這檔車用的電子股 符合我的選擇力標的啊 技術層面佔上6個月的大底 大轉機的買點已經浮現了 漂亮啊 漂亮啊 他今天成交金額高達25億 所以他今天成交量夠大 量大好進出當然又好賺 邀請你跟我一起來掌握啦 今天首推唯一一次的分期付款優惠計畫 剩最後的兩天 你務必要把握 因為錯過這一次 你真的要再等一年 你有需要的大步一點啦 比較大步一點 健老師特別的再加碼 贈送你一份中秋節的神秘禮物 你有需要了 打通 把這通電話打通 相信我給你的一個需求 一定讓你滿意 明天見 創意比賽 精彩運動 巴菲特 巴菲特 成都同固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售价专线02 2752 5868 2752 5868 成都同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着力作手勾结坑杀散户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进一定代出 成都同固拥有股票 期货双制造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过力不往不利 成都同固值得托付 microbi å to to 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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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暴力不 بعد paid them to